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些当前最热的话题 从国际关系到经济预测 精彩内容让您不容错过 首先我们会聊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称美国是伙伴 而美国却强调竞争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接着我们将探讨2024年美国大选的国会权力平衡 看看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策走向 最后我们还将预测上政治数的走势 并讨论数字货币的兴起 是否会在川普的政治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些内容都将引发热烈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先说东北 美中什么关系 中国说是伙伴 美国说是竞争 为什么彼此拒绝对方的说法 从G二到冷战案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中国研究院2024-2014 他求求 文尼说 2024年美国大选 国会权力平衡最终结果 HTTBS Dual New Do World Topic 5 预测2024年10月15日上正指数 SSE Composite Index 全天走势 HTTBS Dual New Do World Topic 20 川普是否会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推出一种数字货币 随着数字货币的兴起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许多人推测川普是否会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您怎么看 如何参与 将您的6DC兑换为6DO代币 或者直接购买6度博弈币 预测川普是否会在2024年大选前推出数字货币 凭借准确预测赢取奖励 立即开始预测 HTTBS Dual New Do World 施言说 安慰T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发表会 员工智能与劳工的未来 华尔街现场TAP4 EJ Covid Life for J 中国正在衰落 会成为失落的日本 还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国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房地产市场波动 债务水平上升等问题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 开始将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 与日本上时级90年代的失落的失恋进行比较 然而两国在经济结构、政策导向 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中国研究院将通过案例分析 数据比较和专业数据解读 探讨中国是否会步入日本式的经济衰退 还是面临截然不同的挑战和机会 一、中国经济现状分析 一、经济增速放缓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 然而近年来 GDP增速出现明显放缓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按理二年中国GDP增长率为4% 远低于之前10%以上的高速增长 二、房地产市场风险累积 房地产市场也只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但过度依赖也带来了风险 部分大型房地产开发商 与恒大集团、地位园等陷入债务危机 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鬼城 至估计中国拥有9000万套空置住房 这意味着资源浪费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三、债务水平摊升 中国的债务问题锐意涂行 截至2024年底 中国整体债务仗GDP提比达286.1% 就第三季的284 5%增加1.6个百分点 其中非金融机构债务比 有第三季的167 家庭值167.3% 甚至167.3% 家庭债务比有63.8% 增至53% 增至55% 3%增加2.3% 顺口结构变化 中国增益率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缩减的挑战 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到至出生日下降 毛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 这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二、日本失落的十年回谷 一、经济泡沫的形成与拖略 上世纪80年代目 日本经历了资产价格泡沫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飙升 然而随租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泡沫在90年代初破裂 资产价格大幅下跌 二、不良债权问题 它不破裂好 日本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债权 由于吃法有效的清理机制 银行业陷入困境 现在紧缩进一步拖累经济 三、经济增长停滞 在失落的十年期间199、12000年 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仅为1%左右 远低于之前的高速增长次 四、人口老龄化加剧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90年代开始投行 劳动力不足和社会保障负担增加 对经济造成持续压力 三、终于两国经济问题的比较 在公正视野之外 习近日花了几天时间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社会中的黑心地位 中国经济以制造业和投资拉动为主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占比较高 日本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 但80年代目过度依赖 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二、金融体系 中国银行主要为国有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问题存在隐蔽性 日本银行 疫民营化程度较高 不良资权问题暴露后处理不及时 三、政府政策 中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 单于经济 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 日本银行在泡沫破裂后 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说过有些 人口结构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但仍有较大的人口基础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 劳动力短持问题更加严重 四、案例分析房地产市场泡沫 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降与高企 一线城市房价年龄飙升 房价收入比至高不下 在欧阵市业前外 习近平花了点击时间 而思考 所谓恢复中国在前处 事务统集的黑心地位 许多投资者将房地产 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 导致市场过日 政策调空 政府多次出台限购 现代的政策试图稳定市场 但效果有限 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 土地价格上涨 80年代 日本土地价格大幅上涨 一度被称为地产神话 资产价格膨胀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同步上涨 泡沫越垂越大 它不破裂 央行提高利率导致资金链断裂 市场崩盘 五、债务问题与金融风险 一、中国的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 为了推动紧急增长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远信债务问题突出 企业债务 国有企业销利低下 债务水平高起 银子银行 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 威数监管的新贷活动 加大了金融风险 二、日本的债务危机 银行不良债权 大量企业无法偿关贷款 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 政府应对适当 政策释缓 未能及时清理不良罪 六、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挑战 一、中国的人口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影响 出生率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维护新浪 人均GDP较低时 即面临老龄化问题 社会保障压力大 二、日本的人口挑战 长寿社会高龄人口比例全球最高 对医疗和养老体系造成巨大浮复 劳动力不足 年轻人口减少 经济活力下降 七、政策应对与签金展望 一、中国的政策选择 作为工业的事业之外 是因为华人更可以使得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逐 事物等待的核心地位 而以工具测结构性改革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扩大的是 刺激消费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科技创新加大 科研投入 培育新兴产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日本的经验教室 即使处理不良在台 拖延只会加剧危机 因迅速清理金融体系中的风险 结构性改革 将化的经济结构 需要变革增强市场活力 启发内生动力 鼓励创业和创新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结论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 与日本当年的困境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明显的差异 关键在于 中国能否支持日本的经验教训 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避免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相似之处 房地产市场过热 债务水平高企 人口老龄化加之 差一点 中国尚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情力 成交化进程为完成 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空间较大 总体而言 中国是否会成为失落的日本 实际于政策应对和改革力度 如果能够积极推进结构新改革 处理好金融风险 促进科技创新 中国有望走出一条不同于日本的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震荡 国家统计局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MF5经济展望报告2022 3.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 4. 日本内交数 日本经济年纪990-2000 5.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展望 6. 斯蒂芬·罗奇 亚洲经济的大持是 耶鲁大持出版社 副录 专业数据解读 GDP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债务与GDP比 用债务总的除以GDP 反映一个国家债务的相对水平 不良贷款中无法按期收回的比例 反映银行资产质量 因此银行未受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或活动 具有较高的风险 人口老龄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 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现实 供给测结构性改革 通过改革生产要素供给 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率 截与中国经济正处于观念的转型期 累了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与政策失误和结构性问题有关 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推进经济改革 加强护现管理 才能避免冲到日本的负责 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比喻下话献称说 结论和结语是普遍的共识 不只是关心中国的西方人 也是期待走出困境的中国人持有的态度 前段时间 小狐狸经常在讨论中提到共识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大意 但我觉得浅层次的共识并非必然导致社会进步 例如 希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 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这是不是一种长期普遍共识 是 但构成这个结果的条件是什么 就会有很大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 计划经济是AI时代的前提 经济结构转型 必然导致大规模失业阵痛 忍 是必须的 他们在国际关系中 也趋向于强硬一点 强调民族主义 还有一些朋友 则强调要加大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力度 更加融入世界主流价值观 国际关系上强调对多数要缓和为主 对美斗争强调对等为主 这是两大体系 这个较深层次的共识没有 实现浅层的经济发展共识目标就很难 因为两种格局的具体操作方法实在是南辕北辙 这是中国面临的具体困境 说白了就是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在根本问题上有巨大分歧 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达成共识 当然也有两种方式达成共识 按前一种方式思考的朋友倾向于极权 而后一种则倾向于民主 甜点说我就喜欢看基本的东西 强身Q3出炉 Carvity环比继续大增 流水依旧滔滔不绝 管它股价飞流直下 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海牙 Winnie说 预测2024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 SSE Composite Index全天走势 HTTPS Dual 6度 World Topic 22 10月说美国电池厂计划逆袭中国垄断 理由电池的逆袭计划 印尝电动车市场的格尔迪杰 不再对中国抓住的小白石 6度解析2024-1015 Tap Future BCUYH-994 我是ZZ说 HTTPS MPWorks in QQ.com STF2SV7VJHSC 下划线6Z5YGPCFQ 程大厨说 HTTPS 3W.WSJ.com Economy Trade by Economist Whose Contrarian Street has gotten attention Lin Biden and Trump Camp CDC 6AF77 Fly100说 诺贝尔基金会从去年开始颁发可持续发展奖 今年是第二次颁发 今年的获奖者为三人第二 Mathis Wackernagel Prof Klaus Butterbeck Ball Prof Johu H2 中国生态环境专家屈酒会教授 因其开发的一套全面的从源头到水龙头技术体系 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 同时解决水风险识别和管理问题而获奖 目前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已经从诺贝尔基金独立出去了 所以奖项是独立颁发 Nine说 赞 Winnie说 预测2024年10月17日上证指数 SSE Composite Index 全天走势 HTTPS Dual 6D World Topic 24 诺贝尔说 华人在美国从政与中国关系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中国研究院 在对全球化电脑的深入和中美关系的日益肤脏 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参与度逐渐提高 然而华裔政治人物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独特的资源和机会 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对国家安全和利益冲突的担忧 中国研究院通过对案例分析 数据统计和理论阐述 探讨华裔政治人物与中国关系所带来的机会与风险 关键词华裔政治人物 美中关系 国家安全 利益冲突 政治影响 另一言 华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政治参与度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裔进入政界 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近期 一些华裔政治人物已被指与中国有意气联系 而受到调查 拖下了这一问题的复杂 中国研究院旨在分析华裔政治人物与中国关系 所带来的机会与风险 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参考 二 华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 二的一律师背景 自19世纪以来 华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 最初他们主要从事铁路建设和矿业 但劳工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华人在美国社会逐渐乍根 第三代 第四代华裔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进入主要下方 二年二数据统计 登至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 截至2020年 美国华裔人口约为540万 占全美人口的1.5% 在政治领域 华裔参政人数逐年增加 截至2024年 博规层面有三名华裔中原 州和地方政府 华裔官员数量超过300人 政治参与率华裔宣言登记率 从2010年的30%提高到20年的44% 三 与中国关系的潜在机会 3.1 促进中美交流 华裔政治人物熟悉中美两国文化 具备双人能力 能够在两国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他们可以 推动文化交流 组织文化活动 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 协调外交事务 在非正式场合 反正两国整张关系 3.2 经济合作的桥梁 华裔政治人物 了解中美两国的商业环境 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 招商引资 吸引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 创造就业机会 开拓市场 帮助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3.3多元文化的倡导者 他们能够促进社会包容 倡导多元文化政策 反对种族歧视 加强社区服务 维亚议社区政治更多资源 4.与中国关系的潜在风 4.1 国家安全疑虑 随着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加之 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美国影响的警惕 华裔政治人物与中国的联系 可能被视为情报威胁 担心机密信息泄露给中国 影响力渗透 担心中国政府通过华裔官员 影响美国政策 4.2 政治忠诚度质疑 一些政客和媒体 可能质疑华裔政治人物的忠诚度 方崇忠诚被质疑 是否更忠于中国而非美国 在公正事业之外 是因为花了底片时间 而思考 怎么吩咐中国在 擒住社会同家的黑心地位 担心其决策 受中国利盈 4.3 社会偏见与歧视 这些疑虑可能导致 种族歧视强化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加之社会分立 其业障碍 华裔政治人物 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 法律分析 5.1 郑其荣于纽约市长办公室 背景 郑其荣是纽约市长 埃里克·亚当斯的前高级顾问 负责亚裔事务 他在华人社区拥有广泛的人脉 被视为亚当斯锦选的重要筹款人 世界经过筹款活动 他为亚当斯组织了多次筹款活动 筹集了大量资金 与中国机构的联系 他多次组织亚当斯与中国官员和商人建立 并参与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举办的活动 联邦调查2022年 他的住所被联邦调查制FBI搜查 原因可能涉及非法外国代理活动 他的工作加强了纽约市政府与华人社区的联系 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 同时与中国机构的密切联系引发了联邦调查 可能涉及违反卫国代理人注册法 5.2宋文案与非法代理指控 背景宋文是请纽约州州党的助理 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 实践经过职责他负责亚裔社区事务 但志成利用职务之变为中国政府博取利益 指控联邦调查官指控他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贿赂 为中国政府开展非法游说活动 分析机会他原本可以利用职位促进亚裔社区的发展 风险为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事先违反 爱法而面临严重法律后果 5.3其他相关案例 有约警察局退休警官案件 一名退休华裔警官被指控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学者间谍案 过名华裔学者被指控参与经济间谍活动 总结这些案例 凸显了华裔政治人物与中国关系所带来的风险 特别是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6.法律与政策分析 6.1外国代理人注册法阿法阿拉 北京阿法阿拉于1938年通过 旨在确保代表外国政大或个人的代理人公开其关系和活动 外电注册义务 这和代表外国利益进行政治活动的人 都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 在农政视野之外 习近日花了铁铁时间来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旧事物团人的黑心地位 必须定期报告活动和财务信息 违法后果刑事处罚 最高可处于五年经济和罚款 生日损害 对个人和机构的生日造成严重影响 6.2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外国投资委员会 西亚法USA 审查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营养 反情报部门 FBI等机构监测和调查外国对美国的干预无动 6.3反情报与反干预措施 立法措施通过系列法律加强对外国干预的防范 执法行动加强对涉嫌人民的调查和起诉 7.2则与建议7.1加强透明度 诸所谓外国代理人如与外国政府有正式联系 也依法注册公开披露 定期披露与外国机构的交往增加透明度 7.2增进文化理解 培训与教育为政治人物提供关于FR和国家安全的培训 公共宣传增进公众对华裔参与政治的理解 减少偏见 7.3制定明确的行为准则 道德规范 制定地遵守高标准的职业道德 内部监督政大和机构 应建立内部审查机制防范风险 法结论 华裔政治人物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中国的关系既带来了独特的机会 也伴随着潜在的风险 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华裔政治人物是谨慎处理与中国的联系 遵守法律规定 维护自身的职业操守 同时 美国社会也应避免因个别世界 对整个华裔群体产生偏见 通过加强透明度 增进明确的行为准则 华裔政治人物可以在避免风险的同时 为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积极功夫 参考文献 一 皮尤研究中 美国亚裔人口统计 2020年 二 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注采法 二 观光文 三 纽约时报有关正气融和松文案件的报道 四 美国联邦调查局 关于外国影响和干预的公开声明 五 学术期看 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2019年 中国的产能过剩 产促成中国的马歇计划 六度辩论 2024-1016 在公正视野之外 习近平发了点击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途 事物肯定的核心地位 比如说 KLA卡特 习近平的核电筒不会停放 三户遇到了十年没有的地域 但是几个大坑要小心 两亿股民是勇敢又聪明的人 投入的资金仍然是小数目 思想先知暴力起 和平 TAPS 以CCY6为X1为X0 of income 没有民主宣誌的情况下 习近平将如何挑选地板人 中国研究院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 领导人的既然安排 对国家的未来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于缺乏民主选举机制 接外人的选择主要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决策和部署 习近平作为现任最高领导人 他将如何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 挑选接班人 是一个关乎中国长期治理和稳定的重大客厅 中国研究院将从历史案例制度安排 现实挑战等角度进行分析 探讨习近平可能采取的接班人选择方式 中国领导人继任的历史惯例 习近平时代的权力结构变化 接班人选择的可能途径 安利分析 立即接班人产生方式 这些是挑战与风险评估 七 结论 预议员 中国的政治体制 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 领导人的更迭 对国家的政策方向和治理方式 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没有民主宣传机制 接班人等的选择过程相对封闭 且高度集中 习近平自2012年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 被政治体制进行了多项改革 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强化了个人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将如何挑选接班人 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中国领导人继任的历史观念 年龄规范与任期制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 中共独立形成了七上八下的年龄规范 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中 67岁以下的领导人可以继续留任 68岁机上的责任退休 这一步成为规定保障的领导层的有势更替 例如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 时任总书记江泽民遵循这一规划 将全力较列给59岁的胡锦涛 2. 派系平衡与集体领导 中共领导层通常保持各派系之间的平衡 以维持党内团结、太子党、团态、上海方等 太系在历届领导人中均有代表 例如胡锦涛作为团派领袖 其接班人习近平则与太子党关系密切 体现了派系间的平衡 3. 培养接班人机制 领导人通常会在副职位置上培养接班人 使其积累经验 如胡锦涛在兼任总书记之前 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书记从职务 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 3. 习近平时代的群力结构变化 1. 取消任期限制 2018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取消了国家主持的任期限制 这一指措打破了1978年以来形成的领导人任期制 为习近平继续连任提供了法律领准 2. 成立集中化 习近平自上任以来 通过反腐运动和深化改革集中了全力 根据中央纪委的数据 截至2022年 共有超过150万名党员干部以违纪违法受到处分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3. 打破基础冠例 在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上未明确指定接班人 且政治局常委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多名常委年龄超过65岁 打破了七上八下的观点 4. 接班人选择了可能途径 1. 内部选拔 习近平可能从现有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中选择接班人 例如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等人 这是习近平的亲信 2. 培养新人 习近平可能提拔更年轻的领导人 打破领域和资历限制 例如现任重庆市委书记 陈敏 2. 1960年生 曾在浙江与习近平共识 扮演市委请在接班人 3. 延长任期 考虑到目前没有明确的接班人 习近平可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直到找到合适的继任者 无无安利分析 一届接班人产生方式 1. 邓小平时期 邓小平在1980年代培养了胡耀邦 赵紫阳等接班人 但由于政治风波 接班人相继下台 最终邓小平选择了相对稳健的江泽林 2. 江泽林的胡锦涛 江泽林在位期间 胡锦涛被确立为接班人 并提前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经过十年的磨合顺利完成权力交接 3. 胡锦涛到习近平 2007年 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成为接班人水 最终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总书记 6. 确实挑战与风险评估 缺乏明确接班人 目前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这可能导致未来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数据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 吴宜人16年后明年断层明显 2. 派系失衡 习近平大力大力其他派系势力 可能引发党内矛盾 根据清华大使的一些研究 党内团派势力在几年来明显减弱 3. 国际安明 东美关系紧张 全球经济下行的外部因素 增加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压力 如果接班人选择不当 可能影响国际信息 4. 经济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3% 是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经济压力可能影响政治决策 习近平在缺乏民主选择的情况下 习近平将通过党内机制和个人影响力 来挑选提班人 坎南的方式包括从亲信中选拔 培养新人延长任期的 这一过程面临着党内矛盾 年龄断层 国际压力等多重挑战 为维持中国的长期治理稳定 颜导层需要慎重考虑 接班人选择 建立透明公正的机认机制 未来几年内 观察党内人士变动和政策方向 将有助于预测接班人选择的动向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国共产党大员统计年纪 2022年版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纪 2022年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中国政治发展报告 2021年 4.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2012-2022 附入专业术语解释 7上8下 中共党内不成文规定 只67岁可以继续任职 68岁需退休 政治职常委会 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 通常有7名常委组成 太子党 中共高级干部子女组织了政治派系 弹派与共群态系统出身的关联 组成了政治派系 弗埃100说 TiTalk正在用AI替代人工审核 实验说的开始才愿意 美国人最大的共识 我们正处得最分裂的时代 我们还能进行有人性关怀的讨论吗 中国研究院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分歧日益加深 导致社会激化现象愈发明显 中国研究院以案例分析 数据统计和专业理论为基础 探讨美国当前社会分裂的原因表现 以及在人性关怀下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 通过对12年不同背景的美国人 在关于经济问题的群聊讨论案例 中国研究院深入分析了分裂的具体表现 并提出了促进人性化沟通的策略 关键词美国社会分裂、政治计划、人性关怀、有效对话、社会沟通 案例分析12名美国人在经济群聊中的互动 普30.1群聊背景介绍 在我们的视野之位 习近平花了铁铁时间而思考怎么恢复中国在寻求 社会组合同家的核心地位 而讨论内容与分歧的 富30.3人性关怀的体制 次数据分析 美国社会分裂的量化指标 富40.1名雕数据 在东京视野之位 习近平花了点击时间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寻求 社会组合同家的核心地位 而警战数据 富40.3社交媒体 无人性关怀下的有效对话可能性 在公正视野之位 习近平花了点击时间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寻求 社会组合同家的核心地位 而理性的作用 富50.2建立信任的策略 在公正视野之位 习近平花了点击时间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寻求 社会组合同的核心地位 3.沟通计人的策 6.决论与建议 7.参考文献 1.你也美国一直以来 以多元文化和民主价值观著成 然而近年来社会分裂现象逐渐价值 政治上的极刀挂 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使得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话 变得困难重重 但文旨在探讨在如此背景下 如何通过人性关怀促进有效的社会对话 2.美国社会分裂的现状 201政治计划 根据提邮研究中心Pure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 美国的政治计划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加值 欧客党和民主党支持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不够扩大 彼此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感也在上升 2.2经济不平等 美国的经济数实际上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正在黑分地物 财富集中的20%家庭收入 占全国总收入的50%以上 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2.4文化和价值观冲突 全球化和英明的影响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 但也带来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 关于种族、性别、宗教等一体的争论 日益激烈,社会共识来以形成 在案例分析12名美国人在经济群聊中的互动 3.1成尧背景介绍 为了解当前社会分裂的具体表现 我们以某媒体组织的一个实验为案例 12名背景各异的美国过程人 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群聊中 进行了为期五周的讨论 参与者包括不同年龄、性别、种族、职业 和政治倾向的个人 3.2讨论内容与分析点 在讨论中 参与者就学生贷款解离 通货膨胀、经济政策等话题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以下是主要分析点 比如说贷款解离 一些参与者认为贷款解离是不公平的 会加重国家债务 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是帮助年轻人减轻负担的必要举措 通过膨胀的原因和应对策存在不同看法 一些人指责政府政策导致物价上涨 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企业贪婪所致 经济政策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决神 参与者的观点 从自由市场主义到支持政府干预不等 3.3人性关怀的体系 尽管存在分歧 参与者之间也展现了人性关怀 在利润、共情和支持 那一位参与者分享的家庭困难时 其他人表达了同情和支持 超越了政治立场 但故事的分享 通过分享个人经历 增进了彼此的理解 减少了刻板影响 4.数字分析 美国社会分裂的量化指标 4.1名调数字 根据戴洛普-Gallup调查 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 国家正处于分裂状态 CNN的一些调查显示 只有15%的受换者认为 美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4.2经济数字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3年的通货膨胀率 达到了6% 为过去30年年的最高水平 高昂的生活成本 加剧了社会部门 4.3 社交媒体影响 社交媒体的算法倾向于 推送与用户观点相似的内容 形成回生式效益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明 5.人性关怀下的有效对话可能性 5.1同理性的作用 心理学研究表明 同理性是促进理解和介绍冲突的关键 在上述案例中 参与者通过分享个人故事 培养了对他人处境的理解 5.2建立信任的策略 社会学家提出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建立信任 社会成员更容易进行建设性的规划 5.3沟通技能的培养 对暴力沟通NBC等沟通技巧可以帮助个人有效表达观点 其他人从而促进地点的交流 6.结论与建议 美国社会的分裂是一颗复杂的问题 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尽管分歧严重 但通过人性关怀和有效的沟通策略 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促进美国素养教育 帮助公众辨别信息 避免被极端观点所左右 鼓励跨界对话 创建多元化的交流平台 策略各同群体之间的理解 培养同理性和沟通技能 在教育和社区项目中加入相关培训 增强社会凝聚力 7.参考文献 1. Pew Research Center 2020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2. Census Bureau 2023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alaPen 2023 American Satisfaction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EU Bureau of Weber Statistics 2023 Consumer Price Index Summary 二人本 In 2020 Socie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在英国的事业之外 习近平洋化的隔天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全球 事目中的黑心地位 在英国的事业 只问 习近平洋化的隔天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全球 事目中的黑心地位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社会分裂现象并非美国独野 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因此 如何通过人性关怀和有色沟通 来离合分歧 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 希望中国研究院的分析和建议 能为处决社会和谐提供有益的参考 尽管五国俄罗斯走出外交困境 中国与印度争夺领导权 中国研究院2024-2017 在东西事业之外 习近平洋化的隔天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全球 事目中的黑心地位 DKB 核美比奥 日记亚洲 朝鲜和南韩正在互相刺激 这既愚蠢又冒险 朝鲜半岛 如果现在爆发战争 中国、美国、俄罗斯 会均入其中吗? 中国研究院2024-2018 在公正事业之外 习近平洋化的隔天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逐 事目中的黑心地位 UWNCH 我们到底可以活动 长寿研究与服务市场的兴旺 作为公正事业 学问 是因为花了隔天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 旧事物中的黑心地位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长寿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长寿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相关服务和市场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人类寿命是否存在生物学极限 长寿研究能否突破这一性质 中国研究院将探讨当前长寿研究的最新定 分析长寿服务市场的发展情况 并结合案例和数据 对未来长寿领域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 因人类对长寿的追求 远连流长 古代传说中的不老群 先当妙药 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拥抱青春的渴望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师们发展 为长寿研究提供了新的奇迹 与此同时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延长健康寿命效果成为 医学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人类寿命的生物学极限 一 寿命的定理与分类 在公正视野之外 习近日花的减特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 事物中间的黑心地位 指某一群体中个体 预期可以存活的平均年数 在公正视野之外 习近日花的减特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 事物中间的黑心地位 指该群体中最长的个体 寿命记录 二 寿命的统计数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全球人的预期寿命 已从1950年的48岁 上升至2020年的72 但超级百岁老人 指年龄超过110岁的人 人数增长却相对缓慢 截至2020年 全球仅有约30位 超级百岁老人 三 生物学极限的观点 一切科学家认为 人类寿命存在生物学极限 研究显示 人体细胞分裂次数有限 海浮力科技 通常为50至60次 细胞分裂的限制 主要与端粒的缩达有关 但端粒缩达至一定程度 细胞将停止分裂 进入衰老阶段 三 长寿研究的最新进程 一 端粒与端粒酶 与端粒酶 研究 在工具的视野之外 实际上花了减贴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 事物中的黑心地位 端粒是位于 染色体末端的 地验的重复势力 保护染色体 不受损伤 端粒酶 端粒酶 能够延长端粒长度 研究进展 科学家发现 通过激活端粒酶 可以延长细胞的寿命 但端粒酶的过度活化 可能导致细胞异常增值 增加癌症风险 因此 如何平衡端粒 延长与癌症风险 是研究的关键 二 清除衰老细胞 Celluletics 在东西的视野之外 习近日花了 比较时间 为思考 此够恢复中国在前周 是不同的黑心地位 衰老细胞是指 停止分裂 到未凋亡的细胞 会分裂有害物质 导致组织功能下降 研究进展 Celluletics 一类能够选择 清除衰老细胞的药物 动物实验表明 清除衰老细胞 可延长健康寿命 一类的Bioхoknowology公司 正在开展 相关临床实验 在来的地补充器 概念 冥金氏氨 氢氨氳氓氨 氨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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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氏 即使细胞代谢和DNA修复的重要辅为, 虽然也令增长而减少。 研究进展补充因为低前其物质, 如NNA而被认为可严化衰老。 他和大学教授大卫·辛克莱·Devitt 辛克莱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其长期效果和安全性仍是临床验证。 4. 经验电机结束 在公共视野之外, 习近平发了DQ时间为4套, 总统恢复中国在前处事物团队的核心地位。 其二,RSTL、CASIO等基因编辑工资允许科学家精确修改基因组, 也就紧张通过基因编辑有可能修复与衰老相关的基因突变。 但基因编辑的能力和安全性问题仍是深度考虑, 5. 肠道微生物组研究 在公共视野之外, 习近平发了铁铁时间为4套, 从来复中国在前处事物团队的核心地位。 肠道微生物对人体免疫、代谢等其重要作用, 研究的进展, 调整肠道微生物组结构, 被视为延长说明的新途径, 相关益生菌和饮食干预的研究正在深入。 4. 长售服务市场的蓬勃发展, 而市场规模与增长。 根据2021年全球长售经济掌握报告, 全球与长售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规模已超过7万亿美元, 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至8,5万亿美元。 2. 抗衰老美容产品, 市场现状抗衰老护肥和美容仪器需求旺盛, 还有诗黄醇泰类抗氧化剂的产品,倍速轻烂。 安利、亚士兰带、资深堂等品牌推出了高科技抗衰老系列, 销售额持续增长。 3. 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 在公共事业之外, 习近人花了隔空时间为思考, 此路恢复中国在群祖事物中的黑心地位。 高级体贴动性提供基因检测、代谢分析等服务, 帮助客户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 长寿争助与提供延缓衰老的疗法, 如激素替代、干细胞治疗等。 安利,美国的HUMAN网Jepity Inc. 提供全基因组测序和高级身体扫描, 收费高达2.5万美元。 4. 长寿度假村与亚生旅游, 市场分析, 结合健康疗养与旅游的博士日益游行。 安利, 认识的科安利可, 维瑞提供奢华的抗设老套餐, 包括细胞疗法, 营养指导等, 吸引全球富裕客户。 5. 开机公司的介入。 在工具的事业之外, 习近日发了铁铁视频和思考, 怎么回复中国在前周事物中的核心地位。 通过分析健康数据预测疾病风险, 指定预防措施。 安利, 谷歌旗下的Fairly专注于生物医学研究, 开发健康监测设备和数据分析公职。 5. 案例分析。 1. Calico Wave Sciences。 2. 由谷歌和苹果前CEO阿斯, 梁文森阿斯·雷伦森尼和创立, 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探究衰老的生物学机制, 竟然与美信制药阿斯·雷伯合作, 投入15亿美元开展与年龄相关疾病的人作, 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等。 2. It really sounds what to us. 在公众事业之外, 习近日发了铁铁视频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事物中的核心地位。 由互联网巨头资助, 吸引了多位诺贝尔·贾德主参与。 研究方向, 细胞重变成技术, 试图逆转细胞衰老, 实现组织再生。 3. 中国的长寿研究。 在公众事业之外, 习近日发了铁铁视频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事物中的核心地位。 华大基因开展了百岁老人基因组计划, 试图揭示长寿的遗传密码, 竟然初步发现了一些与长寿相关的基因变异。 但复杂性连超预期,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2. 长寿研究与服务的挑战。 2. 科学人伦理问题。 2. 伦理争议。 3. 经营编辑干细胞治疗 实际浓廉的问题, 是严格监管。 3. 在公众事业之外, 习近日花了铁铁视频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事物中的核心地位。 虚拟脑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但医疗法难以应对, 需要多数个协作。 2. 监管与标准。 3. 监管缺失, 部分抗衰到产品和服务。 确保科学依据, 监管存在空白。 3. 标准制定, 需要建立行业标准, 确保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社会公平与资源分配。 资源不均, 高级长寿服务, 价格昂贵。 只有少数富裕人群能够负担, 加剧社会不公平, 养老压力。 说明延长可能对社会养老体系造成压力, 需要提前规划。 在公正事业之外, 习近平花来的抵抗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寻求事物产生的黑心地位。 1. 技术融合与创新。 多学科融合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字, 整共同推动长寿研究的突破。 创新模式开放式科业, 全球合作, 将加速研究进程。 2. 政策支持与社会参与。 政府支持制定基地的政策, 支持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 3. 公众教育, 提高公众对长寿研究的认识, 促进理性消费。 3. 延长健康寿命。 重点在于, 从单程追求寿命延长, 转向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健康寿命, 预防医学加强疾病预防。 撑导健康生活方式。 8. 结论长寿研究与服务市场的兴旺, 反映了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双统持动。 虽然人类寿命可能存在生物是极限, 但通过科学研究有望延长健康寿命。 然而长寿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 包括科学难题、伦理争议、监管缺失等。 未来需要科学家、企业、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 推动长寿研究的健康发展, 实现全人类的福祉。 参考文献一,世界卫生组织0.2021, 全球健康观察到够。 尤其Bio-Technology官方网站Wolf, 他们的Tenical Life Sciences官方网站Wolf, 它可以打Covid, 思维可吸引0.2022, 可以有长寿经济展望报告。 反正,深刻的, 2019寿命为什么我们会了, 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必了。 另外,以色列时报0.2021奥特斯拉成立, 在工具的视野之外, 习近平花了减天时间, 为思考怎么恢复中国在秦州事物中的黑心地位。 以上参考文献为事例, 实际报告中应根据具体验证, 习近平才是中国神, 讨厌一致古真平了, 人生是博弈古, 散户还要封一封。 思想新智报提前披露合肥模式, 投资四大攻略藏秘密, 上思想, 新智报, 李奇, 和平Tax, 一类的埃口达姆阿诺, 这习近平还敢有定例, 金融高官暗示换毛, 为长远争持时间, 谈公胜不敢于天真功, 金融男二号, 互相暗示信息量巨大, 中国经济沉寂的越来越难看, 北京决策残暴力哪里出了问题? 小思想新智报李奇, 和平Tax有请, BisaG4GD中来, GD内接。 亲自点赞说表情符号不高兴大国牛或升起HGTPS, www.billybilly.comvideobv14acdykify, share底线source等于copy底线web, nvd底线source等于6508830f617400a59d03bfe13c716eb。 10月说, 中国应对核战争的战争的战略分析与生存能力评估。 在农镇10月9月11月花了点替时间, 而思考怎么恢复中国在前旧事物中人的黑心地位。 引言核战争作为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 其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不如忽视。 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引颠, 核威胁的风险在2024年有所上升。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应对核战争, 以及在最坏情况下的生存策略, 以核战争的背景与可能性。 1.1国际核武器发展现状。 截至2024年10月, 全球共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分别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 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 根据这些数据,全球核弹头数量约为12、300枚。 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拥有全球最多的核武器, 但在裁军协议下逐渐减少。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力量持续增强。 朝鲜则通过适射新型前射弹道导弹, 收别猫, 进一步增加了核威胁。 1.2核战与核威射理论。 核战仍然是全球大国国义的核心之一。 2024年的核威射理论, 依然强调相互缺保毁灵人质。 通过暂时可靠的二次核打地能力, 防止敌对国家首先发动核攻击。 中国继续维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那也加快了核力量的现代化建设, 1.3潜在的核战争场景。 2024年,台海局势, 中印边境问题及朝鲜半岛局势, 使得区域性核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特别是中美在台海的军事博弈, 美国对台军售和印太地区核力量的部署, 可能引发局部冲突, 并升级为核冲突。 而中国的核战略与政策。 2.1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中国自1964年首次核实验以来,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并多次在国际场合重申这一地产, 强调核武器仅作为自卫和核法提手段。 2.2.2核力量的发展与现代化。 2024年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竟在显著, 特别是东风-41中级弹道导弹和096型战略核舔的部署。 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 并提升了核威慑的可靠性。 中国现有的核弹头数量维持在约350米, 但通过导弹、潜艇和机动发射系统的改进, 提升了核力量的灵活性和生存性。 2.3核管理与安全机制。 中国的核武器管理体系, 严格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经过多重加工, 确保不会发生物用或异味。 2024年进一步加强了核武器库的防护, 并通过模拟训练提高应对核危机的能力。 3.中国应对核战争的策略, 3.1战略导弹部队的生存性提升。 为了确保核报复能力, 中国在2024年继续提高战略导弹部队的生存性, 包括通过公路和铁路的机动部署, 分散部署,战略核力量, 扩展地下延体等手段, 使其难以被敌方一次性摧毁。 地下延体的建设规模扩大, 特别是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 增强了中国核力量的隐蔽性核生存能力。 3.2早期预警与指挥控制系统, 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在2024年得到了进一步改进。 通过升级卫星和雷达网络, 提升了对敌方核攻击的探测能力, 并加强了指挥控制系统的抗回性。 确保在核攻击后仍能有效组织反击。 3.3防空与翻导能力 中国的防空翻导系统也在2024年有所提升。 红旗-19和红旗-26等导弹系统的部署显著增强, 进一步提高了应对来袭导弹的拦截能力, 减少核打击对中国的破坏性。 3.4.4民防体系建设, 截至2024年10月, 民防工程的总面积达到2.81平方米。 民防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其他重点之一。 国家定期组织民防演练, 加强了民众的紧急疏散和核袭击应备能力。 4.核战后生存能力评估, 4.1环境与生态影响。 核战争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 包括核冬天和广泛的辐射污染。 研究表明全面核战争可能导致全球气温下降102度, 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产生残忍的影响。 2024年,学术界的评估认为, 中国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在核达集后可能仍具备一定的生存条件。 4.2人口与社会稳定,尽管核达集会造成大规模伤亡。 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国土利益, 为新城人口提供了更大的生存机率。 维持社会知识和账户经济重电是关键挑战。 2024年,政府制定了更加细化的账户应急管理和免电计划。 4.3,基础设施与经济恢复。 核战争将摧毁部分基础设施, 但中国几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2024年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毁加工, 为账户恢复提供了物质基层。 终点在于确保能源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快速恢复。 5.技术手段与防护措施。 5.1电子设备的抗核加固。 中国在2024年加大了对电子设备抗核加固的投入, 特别是对高空气电磁脉虫进行前列提升。 通过新型抗电磁脉虫材料的使用, 重要军事和通信设备在核爆后的运行稳定性, 显著增强。 5.2通信系统的可靠性。 2024年,中国进一步完善了抗毁性强的通信网, 卫星通信和卫星通信系统, 确保在战时指挥链的畅通。 新一代卫星通信技术的使用, 提高了战争期间的通信可靠性。 5.3核生化防护装备。 中国在2024年为军队和民众配备了更新的核生化防护装备。 新的防护服务,防毒面纸和辐射检测仪, 已在成功范围内推广。 进一步提高了致命抵御核辐射和化质污染的能力。 6.1核试验与抗毁能力测试。 中国在历史上进行的多次核试验为当前的防护, 措施提供了技术基础。 2024年,中国的抗毁能力测试, 进一步优化了核设式的防护措施。 确保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维持战略威慑。 6.2地下长城工程。 地下长城工程在2024年继续扩展, 覆盖了中国广泛的地下网络, 包括指挥中心、物资储备库和战略充党。 这些设设式的建设, 确保了中国在遭遇核达以后的生存能力, 且具备更高的抗毁性能。 其中国的国际合作与核财军主。 7.1参与全球核安全倡议。 2024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和防扩散合作, 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而业的核安全监测与合作项目。 更提议在亚太地区建立核安全合作机制, 减少核战争的风险。 7.2推动核财军进程。 2024年,中国继续推动全球核财军进程, 呼吁核武器国家进一步减少核弹头数量。 现在联合国提出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 8.1 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中国在2020年进一步提升了应对核战争的生存能力和核打击手帮。 通过现代化的核力量,完善的防护措施和国际合作, 能够有效应对核威胁。 维护国家安全。 8.2 建议。 持续提升核威慑能力。 进一步完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增强核威慑的肯靠性。 加强防空防导系统建设。 继续扩展和升级防空防导系统。 提高拦战雷西导弹的能力。 完善民防体系。 加大对民防工程和公众教育的投入。 提高全民的核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推进国际核安全合作。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大国的核安全合作。 推动全球核采军与防扩散进程。 参考维线。 1. 斯德根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评。 2023年世界核力量报告。 2.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防工程统计研建。 3. 美国国防部印太地区军事报告。 2024年代。 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高空期电磁脉虫防护技术研究。 2023年。 5. 李治瑞等无线通信技术。 2023年第9期。 6. 联合国核采军倡议。 全球核武器裁军征战。 2024年10月。 7. 中国核安全合作进展报告。 4. 国际原子能机构爱儿业。 2024年。 8. 国防科技大学。 战略导弹部队生成性研究。 2024年发布。 9. 电视台《西兴》已被中国战略核力量现代化进展。 2024年。 报道。 10. 张志强核生化仆武装装备技术手册。 2022年。 11. 半导局势研究院朝鲜前世半导导弹发展诗识。 2024年10月报告 越南实现最强劲的增长 越南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有什么差异 中国研究院2024-1020 它批词比出文中3BF7新的词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